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今天一点钟的节目就很有光阳味 所以我和Raffi 多谢Raffi上来 Raffi 你上来 今天的故事也是由六转红的 到底是否可以視之為一種先休息 還是你覺得會有再多一點的回調 暫時我都判定先休息 因為今年初回來至今的高低位都兩千多點 如果你隔離去年十月尾那一轉上來 其實超過七千點 大家看到斜度和升幅都很誇張 所以日內或者偶爾回一些是一個很正常的 而且你坦白說,今天暫時回擊只是百多點 又不是很誇張的跌勢 所以我自己覺得除非今晚或明天 有什麼新的負面消息 我想暫時是否因為一下子跌回百多點 就立即對市場覺得很淡 或者有很大的調整壓力 暫時還未是 但你從今早上升至11時開始跌來計算 你看到回落後的股份 剛才我們未開咪前也說了 即是科技股 八八 科技指數、科技股全部都是 如果你說從推敲性來說 可能有點關閉 即是資金擔心今晚未過CPI數據 因為我想大家看今晚CPI數據 其實最直接都是股資有儲鉤加息的部分 如果你落的幅度沒有那麼多 又覺得可能加息的力度又繼續大一點 那不會是借這因素而短線是有些部分食股糊 那不奇怪的 所以我剛才提到的一點就是 可能自己會看今晚數據 或者看明天回來的資金怎樣離開 如果你出來沒事沒有降 繼續令大家對於加息的看法沒有什麼逆轉 可能又追上去不奇怪 所以自己暫時判斷過市 就先把短線借細整固調整 嗯 那個市況其實昨晚美股都發現不錯 就是我猜大家不知是否先炒定今天CPI公佈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為什麼我會覺得昨晚美股不錯呢 因為我手上是Google的 Google這隻股 過去整個星期保持90元 到88元這裡培回 基本上其實它沒有什麼動作 但是昨晚它令神奇一點 是跟大到一起都升下的 那我在想是不是氣氛都好一點 就是這段時間是否美股都弱了一段時間 是 是不是大家覺得CPI可以衝勁可以再好一點 就是令市況更好一點 那其他今晚看看是怎樣 那講故今天就是 剛才我們MICE有說過的 譬如雖然今天是跌下來的 但是有些 譬如我身邊有一個資深的老省 就是他之前昨天教了伯伯 其實是炒家 是老省來的 他昨天吃糊的阿里巴巴也賺不少 一看自己高手 昨天吃了糊 是低胃那些就這樣罵 但是他今天在108的位置 他也忍不住進去 他自己也說好像有一點輕鬆的 但是他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手指 按不下去 那是不是其實普遍 大家都保持著 其實勢可以頂到一切呢 是 都正路的 我想這一轉的市況 大家的想法或者操作是會有一點矛盾的 當然理性上說 當然是想等下幾元 因為其實你只是說 爸爸今年回來這一轉很誇張 80多元上到81元以上 就是升勢是三成的 那變相一定是想等回才買的 如果加上去年年底60元邊計 就更加不止了 整倍差不多 如果我樂觀點看這個什麼 網格訂購 沒錯 所以一定是覺得 當然是吸引的 但是一定會覺得短線一急 又想等下升勢 但是有時候就是這麼矛盾 市底又不是說差 剛才說的氣氛都還可以 最怕是回不了自己的合理位置 已經再調頭再夾 就好像錯過了 這個永遠就是這麼矛盾 所以都明白你的朋友的操作 但是我覺得他比較好的地方就是 當然可能這一轉是不是心急 就再多看幾天 即是有機會贏 現在贏回了 在附近109、110 但是最起碼好一點 就是他先吃了一陣 即是你過去坐上來 昨天吃了 跟你說的 你養也不少 那這些是比較好的 即是你有一些 一塊錢在袋子袋著 那個心理上是更加好的 反正這一轉 假設你搏錯 還沒撕回少許 這個就會好一點 但是如果完全你過去這幾個月沒有追過 現在才來就更加 要緊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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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因為除非你 因為我朋友的確買阿里巴巴 之前的電視 他一直在不同的位置都有貨 他做了筆記 什麼位他有什麼貨 逐單計 直至昨天升到1.15以上 一下子就走了 他就覺得沒有就輸了 如果你是想跟阿里巴巴詳情一點 你看看可以參考我的朋友的做法 至少你不用這麼徬徨 知道有什麼貨 什麼價格 你可以先吃到 的確這些浸性上來 其實科技股的推動很重要 現在他可能拖低過大使 或者影響大使影響大一點 也很正常 講到這個操作方面的 有一點點叫矛盾 我想跳一跳去講這個好賭故 也是矛盾的選擇 因為小弟明天也請假 打算過五晚 我不是去賭錢 我只是去解決我的月費計劃 我交了兩年 我又很笨豬 不知道怎麼解決 爸爸給了兩年 每個月300元 都貴 還有中國電訊 我又忘記買中國電訊 又忘記對沖一下 我明天要解決它 我要去 特地過門 要把月費調低到 現在是否會過夜又送船票 不怕 他明天買一送一送一送 金剛飛鴻油給你買一送一送 你只可以應用一次 噴四方案都可以 好像金巴都可以 大家用盡它 1928我一個勢比千港南炒 那兩隻 比一隻銀魚 沒錯 但是我個人小弟 對於澳門 我有些先天性很大的矛盾 我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我相信我可以成為 這方面的分析員 因為我會認識各界人士的近況 包括以前我教東家 坦白說 其實跟泰文城有關 其實他們在什麼情況 或者現在澳門 貴賓廳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我常常覺得不是以前那樣 以前可能賭收 一個月那些四百億也算少 那現在呢 一年有沒有四百億 或者有沒有過一千億 我真的很害怕 現在一個月有一百億也很厲害 你真是偷笑 都不知道紀念有沒有見過 是啊 我有按過 就算現在近日澳門的房間 先不要說幾天的事 或者陸特博的酒店房間 你說一些次級的二、三千 我覺得房價真的很慘 是 你好像當一些中小營 以前有一些衛星牆的賭場 例如巴比倫那一類 或者是 海船門那些 是的 海船門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 例如巴比倫這一類 現在可能跌到三四百元 都沒有人要 我看到 即是booking.com 有這個價格 就是最近 我不知道過年會不會都沒有了 但是 其實 我不知道 譬如Galaxy要這些 或者1928 是否可以當作一種指標 還是其實已經去到一個位置 即是空間很有限 我覺得這些位置 真的空間有限 是的 我一直想說 我是傾向企審慎那邊 這些位置 但我做淡又不敢 是的 當然也是 也不是說叫大家做淡 即是就算不博也不要做淡 我想這一段的事 現在不要強行突然覺得升得多而做淡 這個就絕對不值得 我已經根本忍住了 但是我覺得升上可能開始有點難 因為其實你 豪賭 是的 整個賭股平均的升幅是很誇張的 其實如果以跌至去年年底來講 即是說最後兩個月 10月底到12月底 如果那一刻大家最主要是炒什麼復償 所有的復償板 即是賭股都是一樣 如果以那兩個月來計算 論升幅平均來計算 賭板是升最多的 其實比火鍋多的那些 他升得厲害的 他升普遍平均是1.1倍 有些是3倍 永利那些男生 你看 未高梅 未高梅 不知道是多少倍 是啊 所以是很誇張的 但是實際情況 我想除了Bruce這樣說 就是你沒錯我通過關 可能有些人都會去的 像我們說明天你都會去的 但是即使我當你人都未必知道 是不是真的多了那麼多 即使真的多了那麼多也好 是不是對賭修有幫助呢 以及賭修的結構也不同了 即使我當你中場那邊正常 你都沒有這樣聽過一段 即是你都差一段 所以整個賭修的壓度 真的要回到前幾年的高位 或者那些叫平均位 其實都很難 所以你對於賭修的股值 是不是真的可以扯到那麼高呢 我覺得這一段 憧憬是無限大的 所以聲勢是很誇張的 但是慢慢就可能要看回實際數據 所以你說這些位才去搏 始終很難說 或者破空間有多大 是啊 因為比如27位例 你看它長一點的 比如一年到現在 或者再長一點 其實它有一個很明顯的區塊 我覺得這個位置也尚算可以接受 如果真的那種狂熱散了之後 這些位置會不會當作指標 是啊 如果你說真的 我同意你講 就是等那個炒作 什麼刺激 狂熱過了才再想 就是這些位置 現在馬上減衝下去 就未必建議 但如果你說等冷靜一點 回落一點 我覺得是可以暴修過的 始終這個行業真的有復甦的憧憬 雖然復甦的時間不知多久 但是憧憬是一定有的 所以到時我覺得中線來說 是才慢慢再上升高一點 是啊 大家看看 因為高處不適 如果高追 最大問題是怕你晚上 真的睡得不好 真的睡得不好 你又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一個消息出來就站在那裡 不過賭鼓來說 我們剛才所說 你推動都不太好 大家要小心 另外我們今天說 另外一隻車股 就是比亞迪 突然間又很強 我恭喜你 你買了獻身官隊 向上的觀眾 但是怎麼猜到 但是也要說一句 不幸運 可能不停了那些觀眾 可能真的不停了 不知道 大家都總是覺得股神會減 因為昨天前一天才出現 前一天 其實我覺得是理所當然的 原來股神還存在 我還在這裡 大家不要忘記我 但是如果去到230 他剛剛碰到跳 250天線 是的 他也馬上下來了 那基本上 還是像豪賭鼓一樣 什麼都不動也會好一點 如果你說比我選擇 我覺得比亞迪的直博空間 可能大一點 因為始終你沒有升那麼多 最簡單來說 因為剛才說過這兩個多月 賭鼓是倍倍聲的上 那你比亞迪 就算你以最低位計 161、2元的位置說 現在都是升到230 其實都不是升得太誇張 都是6、70元左右 所以如果你論 那個直博率落後度來說 他有一些追捧性 但是當然比較尷尬 就是像你說的 有股神的減持因素 而股神的減持其實是沒有腦筑的 真的說真的 沒有腦筑的 即是否會彈高 星節菇還是怎樣 你加上前日那次 去年8月到現在估了7次 其實這7次看的動作 真的無定向 因為這次前日那次減 是在這麼多次裡面 減最少的 減105萬股一 但價格相對是比較高 但如果減得最厲害的那兩轉 就是去年11月 11月1日和11月8日 有沒有記錯 是不是一直是零位 那兩轉其實 一次是300多萬股 一次是500多萬股 但是均價是8-7元左右 都不足夠 是呀 我覺得好像很低 如果反而反而低價 沽多一點 反而高價沽少一點 這是不能足夠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來講 你只可以說繼續是會影響著 因為你沽到這一刻 其實還有十多億股神 其實是有時間搞的 所以就一步一步看著這位置 但是我想如果你說 今天來算 當然追了就恭喜大家 但是我想短線看著 這條真是二五零天線 可不可以破道 如果不能破道 可能就短期考慮 先試一下吃糊 因為至少上面的壓力 有減遲陰霾 雖然效應是遞減的 對比過去幾轉來計算 但也會先困住價格 我覺得要大升始終是比較困難 去到高位時只不過捱了三分鐘多一點 就開始了 可能阿QD你會這樣想 你不覺得股神為什麼高價不沽多一點 是不是他覺得以後高價再多一點 或者怎樣他都不急著 這真是股市的好玩之處 你自己可以理解一下 可能理解多一點又不好 好像我對你好多股 我對市場的熟悉 就會不敢買下去 即是有點速薄了 但偏偏見到你升那麼多 沒錯 所以做了一些功課 但是車股其實都很熱鬧 你見Tesla最近都很厲害 強烈 雖然Elon Musk不能做首富 又說他蒸發了2000億美元 但他都不理會大家 怎樣看就不理會了 他剛剛宣布他打算Tesla 在印尼再設多一個廠 以後可以再供一年百多萬架車出來 一年 他又在這個低谷期保持著擴張的步伐 他的車是不斷減價的 大陸的暴動 似乎電動車的減價會成為一個很大的陰例 或者困擾或者大家要怎樣判斷電動車股 那1211這樣 因為他全方便一點 剛剛我們說過了 我們不再多說了 但是如果譬如其他衛小李 或者他跟傳統廣氣或175例 我是不是應該繼續堅持大的傳統車廠 會比較穩陣 如果你說整體整個車的版法去選擇 如果真的論基本面來說 一定還是選一隻比亞迪的 因為始終沒有計算 我覺得根本上都不同一個位置去比較 如果你特別拿比亞迪的新勢力比 更加不需要 因為你只是說交付兩個數字 都相差一整個零 那幾間新勢力過到一萬步一個月都很厲害 但比亞迪是二十幾萬步一個月 你這樣看這條數字都完全不同位置 而如你所說比亞迪更加全方位 除了交付量強之外 研發能力也很強 即是刀邊電池、半導體 很多不同的零部件 開發其實都應該慢慢路續續繼續發生 所以對於供應鏈的情況 它會更加有一個優勢 所以如果基本的數字 絕對一定是比亞迪的 但只不過剛才說到就是 就是古神的陰霾 所以你說整體中短期來說 比亞迪可能的勢力 不是說不能升 但有機會可能會是少許 因為減遲陰霾繼續影響著 但如果中長期 特別是一個比較長遠的部署 即證股來說 有些可能喜歡玩顯身工具 也不一樣 但如果證股來計算的話 絕對一定是比亞迪一個優勢 所以我覺得沒有太大改變 至於你說其他的 可能新勢力幾隻 跟傳統車股 可能吉利、長器、廣器等 如果現在可以選擇 可能我自己偏向傳統車企 很多些 因為它始終是平衡一點 對 還有盈利能力始終穩定一點 別人有錢賺 對 因為它起碼有舊車打了底 有傳統車打了底 但其實新能源車 也不是特別頑皮 你看吉利的領黑也賣得不錯 廣器的Ion 其實單月三萬部流水也不差 但剛才提到 比起新勢力來計算 還要掙扎要過一萬部 才開始達到規模效應 才博它有錢賺 如果距離真的穩定營利 那條路還有一些比較長的時間 而且現在整個行業 由Tesla開始慢慢看下去 真的擔心著有一個減價潮出現 或者競爭力大 大家都一定要降價 如果你降價 你面對著本身的新勢力 都未賺錢 還要減價的時間 要賺錢的路就更難 但你反過來說 Tesla為什麼可以這樣減價 因為它有不錯的利潤能力 它的毛利率 其實就算截至九年三季來說 低了一點 也有兩成七、兩成八 它是有減價空間的 絕對可以的 但譬如傳統車企也是 有傳統車的頂著盤數 比亞迪也是 反而說減價這件事來說 對新勢力會更加濕 所以我覺得這幾隻 如果以整版排位來說 會比較後一點 但是我會開始這樣看 傳統車股 根據Rofy的分析 我們可以這樣看 我可以笑你 我們都不能假設 我們除非假設它可以收拾 你不喜歡你不買 但是股市不是那麼簡單 沒錯 我們可以怎樣再看待 將它等待怎樣發掘它的價值 或者是否要等 你覺得有什麼時機 它們才可以重新出發 是否要等待有什麼配股的消息 或者是才可以再炒呢 如果你說說炒的話 說真的 如果當個市場真的繼續黃 而令到整個車的板塊 都有一些資金繼續追 論炒作性來說 當然反過來 可能新勢力會彈得比較厲害 因為永遠都是 很多時候炒的時候就是這樣 所以不排除是這樣的一個短期角度 可能這幾隻 有些人會喜歡這樣追發 但如果你說實際 是從業務出發 什麼時候才可以看好一點 或者有些紮實一點的投資價值呢 我想基本上就是 看它們的交付數字 先穩定 因為去年整體全年交付數字 它們很不穩定 特別是在年終打後 講到供應鏈的問題 新片的問題之後 其實幾隻是時好時壞的 例如理想為例 試過單月有萬多 試過兩萬部 試過得到五千部又有 即是那個變化又非常之大 未來也是 所以如果你說不是保持穩定的 就算不要說是否很高 但至少你保持穩定 可能只要一萬多 每個月都這樣 那你對於大家的行業 可能給它估值 或者預測會是好一點 如果這樣的話 才可能令到股價能夠穩定一點 否則的話 就暫時只是一些炒作性會比較大 但如果這三個東西 我純粹個人看法 或者問你 雖然是你一個人看法 你會忠誠於薄反彈 純粹炒的 你會看哪隻多些 如果看圖 我覺得可能理想好像好一點 理想的確比較漂亮 理想好一點 因為起碼都上了一些軍線樓上 還有RSI也算是夠力量 但可能蔚來和小鵬真的相差一點 所以三者純粹貨短炒 我會偏向理想 我不知道是不是 一個多年前 他們在美股三 以前炒得很久 那時候蔚來特別強一點 那時候蔚來比較強一點 不知道是不是有些深植的概念 在裡面覺得蔚來好像特別好一點 而且他 其實以前我也是這樣覺得 是的 而且他在深圳 尤其如果接下來我去深圳 我就會去看他的展示室 看看他的車 希望另外兩間都可以看完 但他好像在市場上 又做得特別好一點 所以一直看不住他 但的確他圖一點都不靠近 對 過去這年多 反而股價最弱是他 為什麼以前比較強是他 因為始終理論三隻 為小鵬來講 發展的步伐 或者特別在美國上市的時間表 都是蔚來最遷 所以當時股價 或者是整體看法 吃到比較偏頭淡湯一點 而二來當時大家 對他的業務模式 其實覺得有點像Tesla 所以就會更加有些日價 像你所說 為什麼有些人去看他們的展示室 都覺得蔚來會吸引一點 因為你很簡單說 蔚來的車款比較多 其實多很多款 你想現在出賣的L9 L8才有兩三款 以前只有你一輛一輛 小鵬也是一輛兩輛 最終都是面對現實 就是看太高價 對 太高價 簡單一點 所以這些表現 令到蔚來這年多 開始比較差一點 如果你是忠誠一點 可以採取一個策略 就是先下釘 少了一點 你可以這樣控制一下 剛才Ryf說的 2015年的圖勢 是好很多的 不過說到蔚來 我在深圳做了一輛展示室之後 因為澳門的造者的新勢力 我好像特別看到蔚來 是很快進入了 其實在疫情的閉關 香港三年期間 我們和外面都脫了 在澳門年五零那輛車子 人家都可以開 雲光 你說那邊是否暖來也好 為甚麼可以派這些車出街 或者是否只有便宜 不安全 怎樣也好 至少這輛車正在動 不是OK的 這輛車小價 還有續航力低 但可能反過來也適合澳門市場 比較小一點 其實我估計都適合香港 那些人說來買菜 買菜 你香港不行 太便宜不行 做難過市 沒錯 那大家看看 另外 我們剛剛答過觀眾的問題 雖然很多 但有些觀眾問你 他想問你 如果不炒股的話 散戶長工這個VOO 或者VOOV 或者VOO 是否最好 雖然我一時間不太好 但你不理解到他問甚麼 其實兩隻ETF 美股的ETF 兩隻有少少不同 但你說是否長工 即是慢慢買 慢慢賣 我自己反而會 要看你所謂的長工 如果你說真的長 可能今年來說 我覺得可能一般一點 但如果有更長的 例如你真的長工幾年 我覺得到時可能 那個前景 即是看法就會變得更好 因為我想要比對 就是整體今年的市況 特別考慮可能 美股 或者你比對港股 那些情況 或者A股 我想今年大的方向 其實大家都經常聽到 就是東升西降 或者覺得A股 港股會強一點 美股可能會差一點 其實大體這個看法 我也同意 因為美股當然我覺得 說真話又不是說 差到會覺得大跌那種 但始終今年你在美股身上 暫時我又見不到 太多很明顯向上的趨發著 因為一來整體股值 其實不是真的非常低 二來亦都要看著 就是那個加息的情況是如何 這些只是見步行步 而三來我想也要看 就是最終經濟的衰退情況 究竟是很嚴重 還是不是太嚴重 這些都很影響著 就是之後可能一些貨幣政策 整體的取向 所以我覺得整體 今年的美股會比較反覆 未必有一個很明顯的上升空間 但當然長遠來說 你算過了這些衰退 過了這些加息 其實前景又不是特別頑皮 而且本身美企的企業盈利 有很多都是比較穩定 比較強的趨增巨走 所以如果負一個很長期 我覺得你才可能這樣想去公 但如果你只是負一個今年 我覺得就未必特別建議 或者不要太心急 是的 因為其實美企的業績 有時都會透過不同的新聞 或者身邊的朋友 例如我之前衰退的時候 我打算買Wallmark 但是現在估計它尚算還好 但是我又怕它會不會 其實盈利一般都會受影響 真的不知如何 是的 有觀眾另外再問 9618 9618 驚東 9618 都還好 比3690還好 對 3690還差一點 我們再按一下它 但是9618 它是否正在整固 還是看上網 是什麼位置呢 正在整固 近日的走勢 我想都是整固 始終你那個升幅 是由大概139 那些位置上來 上到近期最高258 259 其實那個升勢都差不多 即未夠 差不多一倍 其實都算多 當然如果你說 京東 整集聖經濟股 今年我自己看法 其實是正面了 其實最主要的方向都是監管 政策沒錯 明顯地都是轉了向 所以就算不計其他東西 你只是政策轉了向 沒有壓得那麼厲害 其實他們的股值都會有回暖性 更何況其實京東 一向的表現都不是頑皮 所以我覺得其實前景是不錯的 即238有 我想暫時現在整固 但是說真的 如果238你有 如果特別是這一轉買的話 始終不是非常低 即是說真具的話 即是都打上來才買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這些位置 你可以拿著它 但是如果即市之來說 條250天線那些位置 現在大概在可能是230附近 如果你說短期跌穿230這些位置 亦去上個月的平台位 中間位附近 其實就可能考慮 短線未幾元 可能先斬一斬 但如果你這些位置不穿 我覺得不妨繼續保持 因為剛才我們節目開始之前 我們都有說過 其實現在的氣氛 你要考慮一下 這件事 狂熱 沒錯 對科技股的憧憬 對阿里巴巴的那種愛 另外有觀眾問一下 Galaxy 我們有一次有說過 因為現在很尷尬 我分享了一些固執的看法 是 現在他不是說輸很多 但是他想問 或者有沒有指示位置可以建議給他 其實暫時這些位置 當然我也同意可以先拿著 因為你現在五十三 現在五十二個三 其實是輸幾號指 沒有理由輸幾號指 就斬了 我想可以先看一看 除非你持現身工具 這樣就不一樣 但你正股其實幾號指 很少 我覺得 還有銀魚這一段 相對其他賭股 它是比較落後 即是升得比較少 或是這麼說 還有這幾天 都是一個近月的高位整股 這個幅度大概是49至55 這些位置附近 雖然比較大的位置 我想明顯是打穿49 樓下才去剪輸 其實穿49 你也要輸4元 其實也不夠一成 這個幅度其實是可接受的 以正股的角度來計算 雖然如果穿這位置才離開 不穿的話我覺得還沒保持 但是 我們剛才都說了 如果你說上網上有多少 說真的 短期我覺得是很看著氣氛 因為如果理論基本因素 那些所有的東西 我自己都說了 我是一般的 即是這些位置有些審神的 有些尷尬 或者這樣說 但如果你沒辦法 你的市場強 就什麼都夾了 這個就沒得說 純粹看位置來講 再向上夾的話 如果真的升穿到日前54至9 我想你看回大概 如果遠一點來計算 大概就是58的位置 先做一個目標 我自己覺得 嘩 但如果去到58 真是很厲害 我又更加很矛盾 更加不做 即是吃糊 即是他吃糊 不是啊 你去到那時候 除非有政策扶持 還有可能之後看到一些數據 可以 這個可能是 要看一下 沒錯 要是說 假設在數字人民幣方面 有什麼更清晰的資源 令到澳門未來的 又有些憧憬 那些情景可以更加清晰一些 因為現在大家很害怕 就是沒有水 那水未來怎麼處理呢 沒錯 沒錯 好 暫時我們好像都回答了很多問題 有觀眾問我是福建 我是福建人 我只是去同鄉會做幫忙 搬桌子 我都想你再介紹給我 一些裝故事 好 另外 昨天呢 其實 昨天 有一隻鼓比較大 就是 周鴨鞋 一四五八 我今天說的 其實跟我生活上有很多關係 這隻鼓 一向都是餐飲鼓之一 他是做的 鴨翅鴨 那些下三男 即是下三流 即是下蘭爺 其實 但不知道他很受歡迎 其實我 好 他現在的市值是少於絕美 是 或者是另外一間叫什麼 紙什麼 是另外一間新打出來做專門 絕美香港也越來越多 是的 但我記憶中 這隻是第一間 這間是第一間 以前回大陸最多一間 沒錯 而且他的包裝都很先進 是 黑色 哈哈 但是他昨天就滑鐵路 是 暫時不知道什麼事 杜火先生說 他可能修訂了他今年的 今年的期 是的 他雖然澄清了 但幫助他幫助不大 不能升 今天還不停對 雖然成交沒昨天那麼誇張 但都差不多有1、2億那麼多 你怎麼看 其實 我看上去牛圈的人說 可能現在的人病了 後來就注重養生 不吃這些 吃壞東西 我覺得這個理由太牽強了 因為這些是一些很上癮性的東西 嗯 而且特陸人吃東西的口味很多元化 我覺得不會因為這樣而轉了 但是你覺得 你覺得他有沒有機會回去 至少是5元這樣的水平呢 還是在被清晰之前 其實也是很難說的 暫時 我想是難一點 因為當然這兩天這樣跌下來 昨天就更加誇張了 其實像你說的 最主要是市傳 他比今年的利潤指引 大家覺得 不是那麼對勞 因為成本是貴了 當然也是 但是因為今年本身 你說真的 我們是在炒復償 沒錯 炒復蘇 你論上什麼行業 什麼辦法 都應該有一個增長 知道為什麼 因為其實即使是旅行也好 在都外地旅行 其實很多人都會外出買鴨翅 對 正好 所以大家本身對他的預期 今年應該有機會回到前一年的水平了吧 對 前一年的水平 前一年他是賺 如果說盈利 前一年 一二一年他是賺3.4億 但是昨天市傳給的指引 今年1.5至2億 那似乎都好像差一點 差一點 所以我想這個最傷 就是如果真的這條數是他們這樣說的 那自然一定要剩下估值 那你一剩下估值 你的股價就大塌 這是正路的想法 背後有沒有其他東西 我不知道 所以突然這樣跌法 其實有點奇怪 很奇怪 是有點奇怪的 但是正路從估值 從盈利預測去推算 那要跌是正確的 所以暫時 剛才說到的 就是真的未清晰 未清晰之前 如果你貌明因為跌得多 而去搏 我覺得就未必特別建議 即是有些風險 還有你講真的 現在市場這麼強 即現在的指數已經差不多 不用跌了 跌了二十多點而已 那你這麼多股去選擇去追 不需要搏這些 即是我覺得暫時 除非你說沒有其他東西玩 對 所以暫時我想 沒有貨物觀望下才會比較好 對 因為其實 因為據我理解 這個產業在大陸很大 其實不止這麼大型企業 下面還有很多小小間 很小的 很小的 即是上不了市 即是很小的 因為你了解內地的飲食文化 有結晉生意很多人做 什麼沙原 譬如近年的螺絲粉 對 火鍋更加不小 對 沒錯 包括這些鴨翅 也有很大的產業 我經常覺得 如果你說需求弱了 或者沒有人吃 我覺得是很荒謬的 不會的 人這麼多一定不會 你只去內地有十幾億人 對 一定有人吃 唯一擔心的確是成本上升 成本 這個難控制一點 始終有 但可能我會研究一下 驚脆 其實這些不是很便宜 甚至是沒有人要的 對 其實你可以從外國收購 不知道 內貨 不知道他們影響多大 即是很多人說 你原來德國試過大集在法蘭 你可以去那裡買 送給你也可以 或者一些蠔 買的地方是沒有人要的 你可以收購也可以 不知道可不可以 以後 可不可以做這些 好 那 先看看 有什麼可以說一下 今天有什麼特別 今天還有一隻 都是屬於糧食的餐飲相關 就是中糧駕戒漢 1610 1610 其實就是過年 它是配股的 但是配股也有升 大家其實都覺得它還是很便宜 而且最主要看它配給誰 成功也會配股 它配給中糧 所以就特別看得正面 所以這個就 而且始終這次 其實它的折養很少 它配了價2.3 那它現在下降的時候 可不可以上車 因為我那個南部 明天突然有點頭暑 因為它配了價2.3 如果你計算昨天收市 它是2.3無4 其實是折扣1.79% 你這一段 市場說是黃 但也不是折扣那麼少 你反映其實是可以折扣的 而且剛才說就是配給中糧 所以這個就令大家更加知道 背景問題 有一個更加追捧的程度 沒錯 而且是本身 中糧駕戒一康 大家如果有理解就是做豬的 做更加上游的 如果你說講豬 講上游 講豬價 這段時間最因為就是過農曆新年 也都因為農曆新年 大家覺得對豬的需求會大一點 例如最近中國人都是這樣的 所以又可能對這些股份 有些推動在這裏 我覺得如果你說要追 可以想 但定住位置 譬如短線的2.4 即是今天還沒突上來之前 幾天的位置 2.4都是頂住的 是一個區間的位置 小小平投位 所以如果下這位 還沒當作炒完 如果不穿的話 就繼續推薦它 炒高一點 好啊 那其他豬肉股呢 你怎麼看 例如1068這類 或者288那些 還是1610其實 這麼大的動作 又配給大企 是否可以優先看 如果你說幾隻豬肉股 真的要選擇 在這個版法裏面 我覺得是真的 1610是比較好的 先不論是否配給大企 或者背景 我想最主要是那個業務面 因為幾隻其實實際業務也有些不同 是 當然 因為本身萬洲 或者宇洪那些 偏向中下游的加工 反而1610是偏真 純上游多一點 是 所以如果你說 如果剛才說真的 看好豬價 我覺得選上游股會好一點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說幾隻比較 我會建議先選一隻1610 嗯 好啊 有觀眾說 1211又說 沙瓦牙破尾 哈哈 又是股神 沒有啊 3800 有個觀眾 叫牛 3800叫牛 我們星康體系的觀眾 很喜歡進行這個演繹會操作 這隻我也很喜歡 但這隻是很多萬千港股老散 是 都是買得到的 其中一個 不過價格又不知為何真的很弱 不過這個我也可以說一下 這次我也挺有研究的 要發掘投資 其實如果你說真的 證股 我不說是否獻聲公告那些 因為那些有些不同 就是你拿牛 拿call 可能時間點操作有不同 是 但是純證股 純它的業務看法 其實你讓我選擇 如果真的沒有其他固惑的話 是很值得長線去拿的 我覺得業務前景是非常好的 因為最主要是光復 它是上游做歸料 而歸料當然 過去為什麼股價這麼弱 除了它之外 自己的799也是很差的 我想最主要是由去年年中開始 大家在說歸料價跌 所以就令到他們股價都下跌 所以這一轉 就算市場彈到這樣 都受不了 你看到這兩個多三個月都沒有升 反而是繼續在底位徘徊 但是我想最主要的歸料價跌的主因 就是因為過去供應是比較多 但是本身今年 如果你說今年的行業 去預期全年來 其實今年整體的歸料需求其實大 是否就是我們看到的太陽磷彈 那些板 是當中的原材料 其實今年需求大 而今年需求大 即是因為價格可能會扯高一點 而以來都因為過去的價格下跌 原本有很多投產的產能 就先維持著不做 其實今年的供應又會少 所以今年大概年中的時間 有機會供需會拉回平衡一點 那你拉回平衡一點的時候 其實歸料價就會定 或者開始回升 而協欣科技本身 它經常是歸料那邊 特別是多精歸裡面 它是寒液的龍頭 如果價格上對它一定是有正面幫助 而且它近年整個火粒龜 更加是有一個很大的成本優勢 所以如果長期 其實它自己公司也有公佈 未來幾年它的單都很穩陣 拿到的單是去到26、27年 其實盈利一定有保證 所以剛才都說 如果當中沒有其他所謂的估謀 全都是真的 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現在 它預期的PE只有三倍 光復股又有這麼高增長 哪會值三倍多麼低 我覺得也可以接駁 其實是需要變相了錯 證據你說的話 什麼時候升我真的說不到 但是我覺得 你說論股值、業務、前景 我覺得是可以的 所以兩元鬆一點 這位是很值得去考慮的 那觀眾也要邀請 其實我也太妖… 是的 它的確是過往紀錄是不好的 沒錯 但是個人來看 第一我可以坐的 其實我也在看它的 這個價格我心裡心疼 我怕它會不會再下 但其實也差不多到我想入上車 對 但其實過去幾轉 去到1.90多元 兩元都頂著 所以這些價格是可以的 是的 其實一例 二例就是在看 油價那邊其實有 當然現在這陣子可能比較弱 還是怎樣 或者… 但是始終我覺得 能源的價格高企了很多 嗯 那我很討厭你說什麼時候結束呢 不知道 有些人可能跟你說 打交三、四年先 是的 現在是一些膠長 即使膠長談好之後 可能變成像南北韓 沒錯 沒錯 那俄羅斯依然 都不會跟歐美有一個很快的和好 那能源價格好之後 其實我想當然就是 譬如過這個冬天 那很多歐美那邊的國家 除了說起核電廠 不是那麼容易的 那其實它不會有機會再推動多些 關於一些太陽南板塊的 環保那些 是的 或者建議更加多的民居 因為現在歐美那邊 最大的問題就是 好像香港那樣 其實裝置自己有穿路 你想自己省些電 或者買些電 給一些… 電力公司 都… 首先投入成本大 你要計算 有些可能四到七年才回到半 是的 但是歐美可能更加多些 因為那個人工費貴 沒錯 但是未來想著就是 駁他可不可以… 因為始終要 你沒有辦法… 方向一定是 因為你考慮真的… 因為這就是 影響你長線 是的 真的長線 還有你真的考慮真的 那個政策 是 就是大家經常聽 什麼坦中和坦達峰 其實不是內地 全球都是 是的 那這些方向是一定要做的 所以你說 我覺得長期是值得正面的 但是真的不斷重新 就是 是不是這一刻買了 馬上移動呢 這個就很難說的 因為你短期動力 就暫時 似乎還未太見到 是的 有觀眾說 太搖… 也是太搖是兩個方向來的 是 有機會他很想搖 都可以搖一搖 是的 那麼 Cheng King 是我們長期的中心粉絲 多謝你 另外1910 他都說可以叫我1910 新手來是Gibson Gib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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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陣子 我不知道去完旅行之後 我就想不到 你來外面發生什麼事 真的很自私 但是他都好像上了一個平台位 再上一級 現在來到一個 之前一個平台位的頂 是不是一個收集的旅行機 可以想一下 都是因為他的走勢 就是一級一級上 幸好就升完一級 他又會整固一下 但是整固一下還沒穿回前高位的位置 是的 所以走勢還是算漂亮 是 再加上其實暫時 當然還是繼續 炒一些復償 除此相關 雖然近幾天 你看消息 在出郵那邊好像有些變化 不知道關不關政治因素 內地又說 禁回你日本 禁回你韓國的簽證 他很明顯就是要免 是的 因為看到當日他公布開放 人家就封回他 或者要求核酸 這很難爭 我覺得當然 作為大陸這麼大的國家 做這些當然不會看 但是他 我覺得他純粹是向內地的人交代 這件事 沒錯 因為如果你看回所有新聞 特別是韓國那邊 他有些被你入境之後 或是大陸的人 他首先把牌子掛牌 就留難一下你 好像前幾天最壞的是 他又安排這幾隻拍照 你又變成你好像范婦人那樣 遊街 入境去玩 又變成被你拍照 但如果是熟實的話 這個應該是不對的 是的 你說你這樣做公關秀 不過韓國政府有時候 都會這樣想 尤其現在的總統是這樣的人 沒錯 是的 那就看看何時解封 但至少不要緊 就是去東南馬 也沒有至於太大影響 但是要留意這些事件的發展 但暫時三生你還不錯 如果你給我選擇 我都覺得可以 trying 可以嘗試一下 對 如果說了這些旅遊股 293這些呢 293是不同的 293是早逃走些 因為你在香港 類似是先通過 所以他是早上移動 所以這次轉他就沒有太受益 但如果要想出遊 通關的 那些內地巷股 我覺得是可以的 內地巷股 譬如國行 南行 東行 753 啊 1055 那些 始終如果你論整體 當然你看上個月就好像升到很急 但你論這兩三個月的星勢來說 它們不算太誇張 都是幾成的 其實沒有剛才說的賭股又倍倍聲 那些火鍋股 那些真的賭股 那些東西是更瘋狂的 但其實你巷股都是受惠島通關 開放復常的 所以論直播性 我覺得這幾個可以留意一下 嗯 我也覺得內地三大國行會好一點 293 始終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越了解越沒有中心 剛才有說 剛才有進入韓國 大陸說 是帶黃卡 去日本可能大陸沒什麼所謂 帶白卡 你那個人帶一張白卡給我 我一定會生氣 哈哈哈哈 搞笑而已 沒錯 有觀眾問一下 1760 是 英雄科技 以前跌屍的時候 我記得它很醜 嗯 即是之前很黑暗的年代 即不是黑暗 即是去年 它很醜的 是 嘩 你看看 然後這個去年的 三層邊 哇 即是看著東西 幾乎七個幾 即是扔心口 那後來它全都給你了 是 但如果現在市場又這樣 它又好像有波浪一樣 慢慢一級一級 直至上一級而已 嗯 那你怎樣看 其實是否覺得過了 還是現在很多人都不用想呢 暫時看 等下先 對 如果你說向上能夠破 只剩下 對上去年11月12月那兩次高 即是那個大概四個 可以看看 四個八左右 對 四個八 四個九 對 如果你說明明破這些位置 那你才再追 那現在還差幾毫子 那我覺得不妨看這幾天 那如果真的有動力夠的 那才考你會好一點 嗯 是啊 我想問一下個人 如果教育股那些應該怎樣 你覺得可以嗎 我覺得部分可以的 是 但是看看真的要做什麼行 即是看看個別 對 當然政策方向也是玩鬆緊的 是 押了年幾兩年 最近又有份筆 對 份筆都可以炒得 2469 2469 有沒有記錯 是 所以你說方向其實整版是比之前好 但如果你真的不跟教育行業來計 如果選擇的話 我想選擇一些高等 在職教育那些會好一點 如果還有K12 或者是一些化學校的培訓那些 都差一點 高等我應該看不到 就是中教 839 中教前天好像有新聞 前天好像有配賣股 又配賣股 都搞定了 價格是挺強的 因為始終我想方向 一來做高等教育 做職教育的監管會少一點 一路其實也是 二來其實因為現在 特別去年開始都有些說法 就是內地這樣說 本身經濟增長是在放慢著 所以本身去年內地都開始鼓勵 差不多想出來工作的年輕人 繼續讀書 沒錯 當然啦 其實都是為他們好的 但是這樣不好 你想想我們的生育率這麼低 都可以這樣說 但是可以減低了失業率 那些招好住了 所以其實如果怎樣 為什麼有這麼多政策 是扶持這些在職培訓 那些什麼鼓勵你多讀書 那些其實是有這些方向的 但是你有看過 尤其是內地這麼多人口 有很多個案子就是有些讀到 後來直接不用工作 對呀 讀到過了這些做事的年齡 過了火 甚至是私訊已經有些少許偏歪了 變得不少個案子 我不要不鼓勵 我其實都覺得一般 因為這個社會已經有很多東西給你學 沒錯 但是純粹是政策方向 所以如果這樣選擇 我想做這些 這類型教育的股會比較強 所以宗教這些可能會比較好 或者我這樣想 其實現在中國和外面經常會有很多矛盾 現在其實我們換了一個外交部部長 他又出名都頗固 因為這個軍庫後面有很多東西 例如蘇維納學 因為你牽涉到的就是 他跟國家關係好不好 對 大勢所需 現在中美競爭 各個沉默都有對抗 大家互相搞對方一定是必然的 其實會不會變相 會令到更多人留在大陸讀書 即是過來香港 不奇怪 等於公司上市減這個地方一樣 即是中美的矛盾 即是很自然地一定會保持 即是改變不了事實 即是兩大 第一第二大 沒理由不爭 這個很合理 即是一定是 所以即是如你所說 如果去讀書 你突然選了美國 可能他又不知道有什麼政策 又搞到你滯留也好 怎樣也好 又不知怎樣 又或者剛才說的上市公司 你突然選到美國上去 例如過去又說要逼你脫牌 即是可能有一些突然間的動作 不知道 所以可能的 譬如留在內地 或者是香港 可能這些會 或者是在相對兩個國家的政治 沒有那麼敏感的地方 可能會好一點 嗯 是啊 因為其實不止美國 有時候你想想 過去過三年 譬如日韓那些 都已經有很多留學生 因為始終過去這麼多年的全球化 其實已經習慣了出去讀書 但是大家可能都要從這方面的消遇 就是世界兩極化 那很多東西是不是會很多製走 沒錯 有些產業是不是因而會受惠呢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這件事 有觀眾問 988和269 988剛才說了 我可以幫Rafit回答你的 你可以跟著我的氣氛 做人的事 但269呢 269 好漂亮 剛才還有一支旗出來 269是漂亮的 唉 但我覺得他也挺要求 哈哈 我都說不明白為什麼這麼強 是啊 其實真的 就是這一轉 你說升 那當然 可能也是因為那個市況的熱氛 真的好 或者他之前沒有了 不離開了美國 是的 這些都有點掃除不明朗 令到資金都輪著炒 這個位勢 還有本身你的若名感 在一些ECXO股 就是新科股裡面 它是最盈利能力 就是最穩陣的 就是賺錢又高增長的 所以這裡怎麼都會有信心的一票 放進去 那些位置 就是你買我 是的 這些位置 我想現在一搏是可以的 但真的可能短線一點 如果讓我買穿我穿就 會這樣 一定要定這些紀律 真的 因為它真的升了不少 真的 從35元到昨天是73元 最高 是的 你想想那個升幅是多誇張 一倍又多了 是的 或者你省省一點 你可以搏它 可不可以再還多幾天 是的 成交再減少少少 再整股一下 是的 但是如果你說這些位置搏 就這樣定住會好些 好 時間不是很多 剩下五分鐘 如果沒有觀眾問題 我都想問Rafy關於內房 是 那內房呢 因為我撕了上一針 那針其實我覺得 那些人要膽大 或者加高才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我不行了 我不要緊 我看這針 那內房可以有關 譬如我都要加大灣區的樓房 現在聽說坦州 即是中山銅珠中間的那塊地 真的 現在一些發展商 我覺得不入樓的 或者香港沒有上市 可能你當它是三線頭 二線尾那些 都還在做兩批東西 一平方 一平方 我覺得都貴 都貴 雖然坦州有個 即是說中山會 將它變成一個新區 很好規劃 但我沒想到三年之後 都是這價 難道澳門人真的這麼有錢 那是頂的 但是 那怎麼辦呢 難道這個就是價錢來的 真的不知道 在一個價錢好像是價錢 價錢還扔得這麼硬正 好像是一個價錢 但它又推銷你十皮的 做業主 首期 有興趣的給你 所以買樓可能有部分有興趣的 但是問題是板塊 它才說15分鐘到普京 我不知道怎麼計算出來 是不是真的這麼快 15分鐘到普京 就是沒有塞車 你不要想 不過內地最怕是塞車 對 一定真的告訴你 15分鐘會騙你 但是坦州位都很漂亮 我覺得可以過的 OK的 但是馬六直插下去 橫琴或者去澳門 但是內房這一陣 但是他們都整顧了 我就想知道整顧原來 例如大一點的3380 我也在敲它 今天價錢又可以 例如最遙的59 或者是中庭一點的2007 或者是前進去 估計一下 就是壓矩落 壓矩落 兩種內房 簡單一點 民企和國企央企 這是最簡單的 國企央企一定不擔心 你絕對不害怕 那些違不違約 說不到錢借 那些是不夠刺激的 沒錯 那些是比較適合 穩陣的投資者 而你真的想選擇這個版塊 就選擇這類 一定是 但是當然也不是沒有衝勁的 雖然內房好多很多 但是如果你說 他們也有修隔併的衝勁 所以也不是看得不好 但是真的不夠刺激 如果刺激的 就一定是民企 但是民企如果再分下去 可能都是偏大一點 還是小一點 這都有分別 所以如果比較大一點 例如碧桂園、玉輝、龍湖 就會叫做質素好一點 所以會是這樣去分 但是我想整體 如果你說這一刻去選擇內房 暫時會建議 特別是民企 都會建議是比較短線 要看近一點 對 要看近一點 因為始終 沒錯 政策好了很多 由去年三支戰 到現在 比起之前沒有政策支持之下 是好很多的 但是問題是否解決了 我覺得未必是 現在可能還有一些違約的情況 或者還不到錢的情況 還有最大的方向就是 要看看之後賣樓的情況 因為這個是很直接 營利那邊的問題 我最近看到抖音很多大陸 不知名 不是啊 那些是橫觀一點的 說什麼 說大陸現在的儲租率太高了 開始散佈一些惡語儲租 你不可以做事 要賣樓 然後硬是說這些 遠一點就是 其實我們大陸 有很多儲租的 只要拿三分之一出來 大家就奮奮利氣了 意思是 烏托邦 那些不知什麼大學教授 其實他會維護修善 尊重是覺得他這麼離地 總之各方面都會弄 沒錯 所以我想下一步要看就是賣樓 如果能夠賣樓 真的有增長 我覺得才值得持久一點 因為很影響他們的估值 營利能力 但是暫時就還未見到這個 因為經歷了這麼久的一些債務 或者之前又經歷了一些藍美樓 我想現在實際的銷售要即時恢復 都要有些時間 所以變相板塊的選擇 就是取態 我想傾向短炒 會比較好 是啊 大家在看一點 不過380我個人就看開一點 因為我覺得他比較穩陣 那我看看他 這隻以前還可以的 是啊 他現在下來 我看看他今天的圖怎麼做 雖然現在是60分鐘的圖 不過我看看他 觀眾說 什麼中山人口正流出不怕輸就買 我首先其實故事 一向都不是去看這件事 但是中山呢 我具有理解 我覺得中山政府做事 比豬衛政府好 而且中山要看他 你說吃魚鴿石其算 但是你買樓其實坦州有些 是有得看看的 是 水位多一點 大灣區的規劃方面 是 其實坦州以前很奇怪 他是珠海 就不知道為什麼被中山 現在被中山 變成呢 以前都沒有人理 因為磨心 珠海就覺得 你這個反骨仔 我不發展你 不是 他很簡單 我喬不過去 哦 這樣就糟糕了 你要我方便 就是那個通勤 好啊 就談 他最終在那邊談 我什麼都不做 他後來逼到這幾年 疫情之前 那兩年開始很多事情都通了 中山 坦州這部分 才開始活化 就是 有些動力 有很多床 因為你的交通基建很重要 是的 所以你可以試之為 其中一個 試看大灣區 它發展各方面 可以不可以 其實會看坦州 中山可以 可以看坦州 那你就去到小關那些船 又要了解多了 貌命那些太遠了 貌命那些太遠了 貌命是你錢多 或者你走路才去 開關之後 大家有機會看看大灣區是怎樣 那時間現在過了 多謝Rofy你 那時候是導星 對 OK 那好 看看晚點 如何發展 多謝Rofy的視頻 拜拜